高梅瑾很奇怪地看着杜若瑾,慢慢说道,他不是与三哥有仇,而是与二哥有仇。 杜若瑾大吃一惊,这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 高墨炎在他眼中虽不是桀骜不驯的模样,也不是庸庸碌碌的模样,总归有些不同。 一直以来他认为是因为他是他的夫君,所以他才觉得他与旁人有些不同。 或许是看出杜若瑾的诧异,高梅瑾也静静说道, 起初我也觉得奇怪,后来就不了,二哥一直是家里很奇怪的人,总之很神秘,他从来都不做什么,可是每个人却觉得他做了很多。 杜若瑾不智可否,撇嘴不再言语。 高梅瑾将心里话说了出来,也觉得畅快多了,看杜若瑾有些恍恍惚乎,说道, 二嫂,你受伤出狱,我给你说了这么多,真是辛苦你了,不如我扶你回房去歇着吧。 杜若瑾连忙摆手, 无碍的,我在这里静一静就好。 高梅瑾寒暄了几句就离开了,杜若瑾坐在凉亭里,杜若瑾手捂胸口,突然想起来怀里的名册,左右环顾,未见有人,匆匆走至后花园的角落,用石块挖了一个小坑,匆匆将名册放了进去,又觉得有些不妥。 将身上的衣服撕了一块下来,将名册包起来,再埋入了地下,这时就听见绿意在远处喊,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杜若瑾慌乱地用手捡了些枯枝,败叶,撒在那个坑上,急不往绿意那个方向走过去了。 见到绿意,绿意一脸紧张地望着杜若瑾的衣衫和沾着泥土的手,问道, 二少奶奶,发生什么事了? 杜若瑾说道,刚才不小心跌倒,摔了一跤,衣服给花枝勾破了。 杜若瑾回到墨檐堂,发现张妈正等在门口,挑眉冷眼地说道, 二少奶奶,锦亲王府来人了,老太爷正陪着在政厅呢。 原来是张贵奉命来给杜若瑾送补品。 杜若瑾想起那汉林院差事之事,卖了个好给张妈, 因为她儿子柱子便是跟在四少爷高雁宇跟前当差。 张妈自是乐得喜不自禁,对杜若瑾千恩万谢。 杜若瑾先将她遣了回去,独自回到墨檐堂换衣。 高墨檐等在里面,见杜若瑾满脸笑颜进来,说道, 怎么,锦亲王府来了人,你就高兴成这样? 杜若瑾脸了笑,瞪了高墨檐一眼,冷冷望着她, 直到高墨檐有些莫名其妙,甚至不安,只听杜若瑾说道, 高墨檐,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一切与你无关。 高墨檐气节? 你,是不是我给你的自由太多了? 杜尘湘,从今天起,我要把这一切一点一点收回来。 杜若瑾讽刺笑道,高墨檐,你真是会讲笑话, 你给我的自由,是你对我的忽视吧。 杜若瑾的话半真半假,想起自己刚穿越而来所受到的冷遇, 不难知道原来的杜尘湘到底是经受了什么样的心理折磨。 杜若瑾越想越伤心,说着话并有些激动起来,眼里沁满泪水, 强自忍着没有滑落下来。 高墨檐正正地站在那里,许久没有说话, 每当杜若瑾用他曾经的冷漠攻击他的时候, 他都会生起一种愧疚感,他后悔了吗? 高墨檐走到床榻前坐下来,身子倚着床头, 看着杜若瑾不出声。 杜若瑾没来游得不安,戒备地问道, 高墨檐,又想要做什么? 我想搬回墨檐堂来。 高墨檐,你休想! 高墨檐,你也应该明白, 我们之间只能算是假夫妻罢了。 高墨檐目光深沉,说道, 我如果要他成真的。 杜若瑾有些戒备地往门后退去, 他怕高墨檐用墙, 那样自己现在的执着和骄傲 不是对自己最大的讽刺吗? 高墨檐失笑, 你放心,我不会逼你的, 总有一天, 你会心甘情愿扑到我怀里的。 做你的白日梦吧! 杜若瑾踏出房门, 轻拍胸口, 在院子里没有见到绿意, 就自己顺着狼亭走出去了。 转过一个房间前, 杜若瑾听见有人说道, 我警告你, 收敛一点, 朱翠死了无所谓, 如果你坏了我的大事, 我一定饶不了你。 高笔锋声音邪魅, 带着几丝凶狠, 令杜若瑾有些胆战心惊。 大少奶奶柳氏柔媚说道, 好了, 我的大少爷, 我知道错了, 我当初本想趁这个机会杀了那个女人, 谁能料到, 朱翠这么没用, 我可是想着等朱翠回来, 就送给你做个通房丫头, 可是谁知道呢, 她没有这个命呀。 大少爷嗤之以鼻, 哼, 说得好听, 即便那朱翠得手回来了, 你会不杀她灭口? 大少奶奶没有接话, 许久才说道, 哼, 还不是我没叫你得了朱翠的身子, 你心有不甘, 大少爷喝道, 你还敢顶嘴? 男人三妻四妾, 再正常不过了,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 我就直接给你挑明了说, 前些日子, 我从益州带回来一个女人, 现在安置在外面了, 你找个机会给娘说一说, 让她进府里来, 大少奶奶急道, 你, 终究没敢把后面的话说出来, 只是气鼓鼓地说道, 要她进府可以, 但是不能有名分, 连妾也不是, 只是个丫鬟, 你如果不答应, 你就自己去找娘说, 两人争执着, 杜若瑾轻手轻脚地走开了, 生怕再出点动静, 让两人发现, 杜若瑾去前厅应付了张贵, 又与众人闲话了几句, 便又回到莫言堂, 高莫言已经离去了, 绿衣也不在, 只得自己侦查, 喝了几口独自思索, 又隔了几日, 杜若瑾独自在房中出神, 不妨看见高指炫耳在门框边, 笑吟吟地望着自己, 二嫂, 身子可是大好了, 杜若瑾淡淡说道, 血血惦记, 好得差不多了, 我这一好, 可是让高家众人失望了, 怎么会, 最起码我就没有失望, 还高兴着呢, 高指炫走过来, 坐在杜若瑾对面的椅子上, 伸手从果盘里, 拿了一个李啃着, 有些嬉皮笑脸地看着杜若瑾, 杜若瑾被他看得有些不自信, 在转过身子去, 自顾自地喝茶, 不说话, 高指炫静静地看着他, 将啃了一半的梨子扔在桌上, 才说道, 二嫂, 你不说话的样子, 就让我想起了从前, 那时你的眼神窃窃的, 随时需要人保护一般, 可是现在会说话了, 眼神也犀利了, 跟从前的变化太大了。 都是你们高家给逼的, 杜若瑾随口回道, 高指炫一正, 接着问道, 二嫂, 你有没有为以后打算过, 你难道想这样一辈子过下去吗? 杜若瑾闻声抬头, 打算? 我如今是高家的二少奶奶, 还要如何为自己打算? 可你, 与二哥, 根本没有夫妻之实? 高指炫! 这一切, 与你无关。 杜若瑾沉下脸来说道, 高指炫微微叹气, 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定定看了杜若瑾一眼, 转身欲走。 杜若瑾看他神色微变, 一时之间竟有些不落忍, 说道, 哎, 高指炫, 你确定要将那个人选 让给四弟吗? 高指炫并没有回头, 语气低沉而坚决地回道。 我确定。 杜若瑾有些怅然若失, 傻愣愣地站在原处, 绿意进了房, 也没有看到。 绿意扯了扯他的衣袖, 笑道, 二少奶奶, 张妈在外面候着, 说锦亲王府又来人了。 杜若瑾跟着张妈去了正厅, 一路上听着张妈殷勤地碎碎念, 到了正厅才发现, 是王府总管张贵, 他奉王爷之命来请杜若瑾过府, 商议汉林院编钻人选之事。 杜若瑾正要跟着张贵出府, 就见鞋子里冲出来的二夫人紧拉着杜若瑾的衣袖不放, 声泪俱下的就要求着杜若瑾同意高老太爷的决定。 杜若瑾被他哭得头疼, 只好给张妈使个眼色。 张妈立即会议地将二夫人脱开, 便说道, 二夫人,请自重, 王爷看重的是二少奶奶的主意, 这事就该二少奶奶说了算, 照我说, 这高家就没有第二个人有说话的份儿。 张妈以止气使地说完后, 突然脸色微变, 看着杜若瑾身后有些正正的, 未等杜若瑾反应过来, 大夫人就从她身后走过来, 猛地扇了张妈两巴掌, 骂道, 怪不得几次都不见你人影, 原来跑这里献殷勤了。 张妈捂着脸不敢出声, 只是低着头, 连脚步也不敢挪动了。 杜若瑾看见张贵在轿前候着, 催着杜若瑾上轿, 顾不得这许多就上轿去了王府, 一路上将人选的利害关系 也掂量了一番。 高比锋不肯做官, 因为他暗地里做着生意敛财。 高莫言和高芷炫都不肯做官, 到底为何? 杜若瑾不知, 可是他们两人都极力推荐高燕宇, 看来这高燕宇虽然目前在高家不受重视, 可也不能小觑了。 高老太爷和二夫人都极力主张高芷炫, 而大夫人只希望自己所出的儿子能认官。 一句话, 好事不能便宜了外人, 张妈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有个好前程, 所以支持高燕宇。 张贵扶着杜若瑾下了轿, 让人去通传, 吓人匆匆回来, 说锦亲王在书房候着。 书房内, 锦亲王闲闲坐在椅榻上, 手里拿了一本书, 壮丝无意地读着。 看到杜若瑾进来的时候, 目光疏得有些灼热, 呼又抢引了去。 杜若瑾自从那日在竹屋偶遇锦亲王, 又逢刺客突袭受伤, 昏死在锦亲王的怀中后, 并未再见过锦亲王, 所以他压根没有察觉锦亲王对自己的态度 早已有了些变化。 见过王爷, 不知王爷招民夫入府, 所为何事? 杜若瑾客气而恭敬地问安。 锦亲王微微醋眉, 那声民妇听来颇有些刺耳, 说道, 你坐吧, 那日累你受伤, 本王该说声抱歉的。 杜若瑾有些惶恐不安, 说道, 怎么能怪王爷呢? 是民妇唐突, 一时贪玩, 才坐上竹筏进了王爷的雅士。 那日要不是王爷推了民夫一把, 那把飞刀早就要了民夫的性命, 说起来王爷还是民夫的救命恩人呢。 锦亲王眉间的音语更深重了些, 语气僵硬地说道, 你跟本王说话, 就不必总是自称民夫, 本王听着别扭, 以后自称我就好。 杜若瑾抬头微笑, 那感情好, 别说王爷听着别扭, 我也说着别扭, 就是怕王爷嫌我不够恭敬, 我每次说话前, 还要掂量着称呼才敢开口呢。 锦亲王看着杜若瑾的爽快开朗的笑, 也跟着嘴角鸣起, 眉眼间似乎也带着淡淡笑意, 说道, 你身子可是好了, 那些日子见你昏迷, 本王还真怕你不会醒过来。 杜若瑾听到这, 突然问道, 王爷, 那些刺客为什么来杀你, 他们究竟是什么来路? 锦亲王从椅榻上站起来, 走到书桌前, 慢慢说道, 锦州城看似安稳, 其实也隐藏了很多隐患, 比如恶贯满盈的五毒教, 还有令人生疑的黑龙帮, 五毒教出手凶残, 杀害少女, 挖人心肝, 实在是十恶不赦, 而黑龙帮却比较奇特, 他们组织严密, 行动也比较隐秘, 杀父济贫, 专做习狭义之事, 前些日子, 皇上令本王将五毒教连根拔除, 将黑龙帮遣散, 杜若瑾有些不解, 既然黑龙帮专做好事, 为什么还要遣散他们? 锦亲王看了他一眼, 说道, 所谓数打招风, 黑龙帮这几年扩张非常迅速, 再不遣散, 谁也不知, 会不会威胁到朝廷的安全, 杜若瑾也算明白, 当年宋太祖不也杯酒士兵权, 自古皇帝都是忌惮, 不被自己所用的杰出人才, 锦亲王接着说道, 本王先去查五毒教, 发现他们的头目经常出入庆春楼, 就派人查封了那里, 本来想从掌柜的那里找到些线索, 可是他却当场自尽了, 杜若瑾的脸上骇然变色, 借意倾壳掩饰住自己的震惊, 难道楚西刀便是五毒教的头目? 挖人心肝? 杜若瑾浑身一颤, 吓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了, 锦亲王没有注意到杜若瑾的神态, 只顾着翻着书, 接着说道, 线索断了, 本王一时也没了头绪, 就想上妙珍寺小柱, 清静几日, 哪里想到一时疏忽大意, 就遭人暗算了, 杜若瑾磕巴巴试探问道, 所以, 你断定那些人就是五毒教的人? 没错, 他们五毒教的人, 手臂上都吻有青龙, 那日死在了妙珍寺的三个人, 手臂上都吻有青龙, 只可惜, 让那个人逃了, 他武功极高, 留下来不知又要生出多少祸事来, 锦亲王忧心忡忡地说道, 将手上的书打开来又合上, 杜若瑾正正地坐在那里失了神, 他以为楚西刀不过也就是个 盗贼流寇而已, 哪里想到情况比得预想的要更坏, 高美景欣心念念, 愿意为他去生去死的男人, 竟是一个恐怖邪恶组织的头目, 锦亲王在门口, 只会吓人端些点心进来, 杜若瑾拿起一块玫瑰香酥片, 吃了几口, 却时不下咽, 锦亲王微微一笑, 说道, 是不是吓到你了? 杜若瑾连忙摆手, 没有, 没有, 锦亲王接着说道, 其实, 有一件事, 更令本王奇怪, 什么事? 杜若瑾现在是草木皆兵, 几乎是反射性的问道, 锦亲王一脸的沉思之色, 说道, 那日, 本王命人拿着金牌去皇宫请御医, 不知何故, 竟然冒充御医进了清真寺, 而且还为你把脉开药, 虽然药食无毒, 本王却猜不出他的用心, 杜若瑾猛然想起, 楚西刀所说, 曾经亲眼看到, 有人假冒御医, 还是自己认识的人, 难道, 会是高莫言? 两个人想着心事, 都各自没了言语, 正在这时, 听见门外吵闹声, 锦亲王皱眉喝道, 是谁, 在外面喧哗吵, 张贵在门前回道, 禀王爷, 是信思衙门女捕头桑林, 他吵着一定要见王爷, 张贵拦不住, 还未等说完, 门外就闯进来一个女子, 英姿飒爽, 眉目清丽, 娇声喝道, 难怪王爷一直闭门不见, 原来竟在这儿, 与女人, 大胆, 不得无礼, 张贵在桑林身后喝道,